好 高雄的民生意願 開錯刀 推錯人開錯刀 我們聽過開錯刀 譬如說應該切除右邊的乳房 切在左邊的 或是你這個人 本身應該切這裡 切在那裡 同一個人 有 有 或是說 開了什麼手套放裡面的 對 手套 所以他們都要算 都要仔細算 紗布才用了幾塊 什麼有剩 而且要三比五 對 進去要比 你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一路都要問 拿藥跟那個 對 到最後一年 開刀 醫生要開以前還要問 你叫什麼名字 而且馬貞琪還要問 對 都要問的 確定是唐湘龍嗎 確定是他才會 開錯 開到別人 這是很瞎的事情 人能夠推錯 所有一個老先生說 因為這次變老化 到醫院去 他就中風沒辦法講話 被推錯 然後就推進去 所以院長現在也被 對 應該是公立醫院 開到醫生機大過 院長也被拔掉了 所述結束才發學 他本來只是一個低血癌的犯者 把胸部也給開了 然後胸腔引流 所以經過五個醫護 每一個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到底搞什麼鬼 一般開到以前至少有核對五次身分 所以衛部認為事情滿嚴重的 要啟動病安調查 你剛好從病房出發就要調查 因為把它推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 到手術室再Check一下 你進手術室 叫什麼名字 進手術房 手術室還要等 再進手術房 麻醉醫師在麻醉前 要再問開刀前至少核對五次 那到底現在是怎麼回事 所以沒有按照SOP 低收入戶 因為這個病患是低收入戶 所以不能請看護 也沒有家屬 因為中風沒有辦法表達 所以就糊裡糊塗 早上第一刀被開了 所以這個主刀醫生 氣焰平常就很囂張 胸腔外科界很有名 是他不錯的醫生 但是因此就太有自信了 覺得沒有問題了 送進來就開吧 那真的 這個搞到這個 大家都認為說 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陳志文說毛骨悚然 那說人力缺乏恐怕是出事的主因 還是人力缺乏 我們看一下怎麼開錯 推錯病人開錯到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爆發了 重大的醫療疏失 主治醫師略過了程序 他直接打電話給了病房護理師 沒有按照SOP 被開錯刀的黃性病患 是因為低血壓 住進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而和他同一間病房的張性患者 4號早上要做手術 結果主治醫師一個失誤 害患者被開錯刀 這個個案是主治醫師直接打電話 請病房護理師送病人 這個事件是放在交接班的時候 整個程序就會混亂 那導致會有一些疏漏 由於4月4號是廉價第一天 醫師疑似為了趕快指導 竟然掠過手術室 直接通知護理站 傳送人員送錯人 緊接著病房護理師 手術師護理師 甚至麻醉醫師和主治醫師 都沒確認病人資料 導致低血壓患者 誤開胸腔引流手術 就是便釋放很多手圈叫病人 但是這個病人 事實上是中風的病人 然後他沒辦法表達 目前這個引流管已經拔除 那病人也沒有特別的一些不適 按照流程是由手術室先通知護理站 傳送人員核對病例後才接送病患 手術室護理師會再度確認病例 等到手術前主治醫師也會最後確認 病人資料和手術部位 即便患者不方便對談 也有病例和手環 過程中都沒人檢查嗎 而事件4月4號發生 醫院卻在4月9號才通知衛生局 衛生局4月9號接獲民生醫院通報 發生病患開錯刀事件 於第一時間就要求 醫院要積極的關懷照護 我要求衛生局應該醫醫療法 數5萬到50萬的罰款 雖然被開錯刀的患者 本身也有胸腔疾病 但沒有嚴重到要開刀 由於民生醫院屬於勢力醫院 連民進黨議員都跳腳 5名醫護也將被懲戒 民生醫院院長免職 以醫療法罪重可開罰50萬元 來 吳征怎麼看 怎麼看 非常離譜 太誇張了 我剛剛看到新聞還想說 真的是開錯刀嗎 但很遺憾就真的 真的是這樣狀況 現在新聞媒體報導說 是因為這一個主治醫師 他剛好在晚班跟早班 要交接的時候 然後他是直接自己聯絡了 這個護理站 沒有透過開刀房護理師 就是一系列這樣的環環相扣 沒有照著SOP走 所以發生這樣的問題 現在當然也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 例如說基層醫護 面臨人力不足的狀況 或是說醫護是不是換班的時候 本來這個時候 他體力就已經滿勞累了 所以是不是這時候有一些疏忽 我覺得這個都是後續 要去釐清的 因為包含現在該做的財閥 一定要做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 是不是有些結構的狀況 也要去查明 這個如果是人力的狀況 其實就跟剛剛大家講的說 百工百業缺工 其實也是類似的 就說同一個原因造成 我自己確實現在身邊 很多的年輕朋友 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現在很多人 可能包含疫情過後也有關 大家可能寧願去 例如說開Uber 然後做UberEats 就這種自由度很高的工作 隨時自己可以接單 我今天想上班就上班 我今天決定 我要放鬆一下就放鬆一下 可能大家現在 對很多年輕世代年輕人來講 不會想要再進入到一個 可能比較相對傳統 然後比較受拘束 傳統的職場結構 所以變成說 很多的各行業各業 現在其實人手會有相對短缺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 其實之前政府有要推說 是不是接下來要來引進 之前是跟泰國談了 要來做引進一些外勞 來去補充台灣的勞動力 我覺得這個都是後續要去進行 這家民生醫院是高雄市立醫院 所以我來之前 也大概跟高雄市議員了解一下 台北市也有市立醫院 高雄有9家市立醫院 其中5家都委外經營了 只剩下4家直營店 4家市立直營 這一家就是由高雄市政府直營的 所以你只剩下4家直營的 還管理成這樣子 本身高雄真的要進行 市立醫院的結構性的 我覺得要進行檢討了 因為高雄它其中有一家聯合醫院 就叫聯合醫院 居然腎臟科只剩下一名主治醫師 所以整個高雄的 這個市立聯合醫院 它有結構性的問題 這家民生醫院也是 它原本是區域醫院 但是因為人才流失 所以最後不得不跟衛福部 自己申請降格為地區醫院 所以高雄整個市立醫院的 不管是經營上 管理上 人才上面 確實有它的問題 同樣的狀況在台北市立醫院 這幾年也有出現類似的狀況 也就是剛剛說的人力 但是我們不是醫師人員 我們是護理人員 不是醫師方面的問題 疫情過後 確實有很多護理師的流失 這出現在各個醫療診所 我補充一下 護理師流失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非常嚴重 而且在這個業界裡面 就是各醫院裡面 其實哀鴻遍野 但是我們知道 賴慶德他認為 怎麼樣去解決護理荒嗎 他說解決護理荒最好的辦法 就是增加各個 有護理學系的招生名額 可是事實上是現在 我們增加這個護理學系 其實已經有一半都招不滿了 然後有症照的有一半 又不願意留在這個環境 所以他根本就是要開做藥房 所以這次這件事情 當然是非常非常離譜 我們知道我們去醫院拿藥的時候 就只有拿藥這件事情 都必須要三讀五對 那才能夠把這個藥交到你的手上 即便這一次這個被開錯的病患 他自己是中風 言語上面也有一些障礙 但是拿藥都有三讀五對的 他有這麼多的關卡當中 還有辦法開錯 我其實覺得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錯誤 但是人力不足這件事情 要進出去把它解決 這才是根本之道 人力不足要解決 但是也不能以人力不足做理由 就可以這樣給他推出病人 開錯刀了 太離譜了 這是公立醫院 高雄市立的公立醫院 100年以上的歷史 公立醫院如果出這種問題 當然我再不想用老套講說 如果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發生這種事 今天我們會不會怎麼談這件事情 大家自己想 可是它是公立醫院 而且你知道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就是說 三 四個關卡 都必須要經過這種確認 家裡面只要有人開過刀的 你都知道 所以它的問題不是醫術 它的問題是管理 管理出問題的時候 就這樣子輕描淡寫嗎 以後就沒有人敢去那個醫院 不停止 在這件事情 不停止 得到 在這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